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编辑,小V来源,第一财经,华尔街建文等,昨天还在讨。 论人民币春节前一波升值,节日期间出国游可以省钱了。 今天一早2月1日,人民币汇率就迎来一波急跌。 周五美元指数飙升,人民币对美元短线暴跌48点。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盘中,接连跌破四道关口,至6.75下方,最低处及6.7494,日内振幅超400个基点。 再岸人民币一度,跌破6.74,日内跌近350个基点。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,一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56点,报6.7025。 午后跌幅扩大,截至发稿,在岸人民币对美元,报6.7380,离岸人民币对美元,报6.7484,美元指数报95.6170。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表示,人民币可能会有三种情形。 第一种,是把去年年底作为基准情形,如。 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意愿有能力保持汇率稳定,那么市场不会主动做空人民币。 第二种,是好的情形,经济起稳,美元走弱等提振市场情绪。 由于人民币汇率稳定,甚至不排除重新出现震荡升值,像2018年年初的情况。 第三种,就是坏的情形,如果经济下行,美元重新走强等,有可能造成新的市场情绪动荡。 目前,市场普遍认为,人民币今日走势,仍属于短线调整,整体仍处于上升区间,较两个月前的6.97位置升值超三。 自去年12月以来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了一波催枯拉朽的升值大潮。 2019年1月至今,人民币对美元大涨超1600点,1月31日,美元人民币一度占上6.70,与破期恐慌,呈现天壤之别。 由于之前人民币强劲升值,很多人已经开始计算,这波本币升值,可以为出镜油节省多少钱。 据中国政卷报统计,对于业家三口或四口,以豪,华出镜油开销1万美元测算,相比两个月前的6.90汇率相比,如今可节省超2000元人民币。 消息方面,据新华社报道,1月30日至31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国务院副总理,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,带领中方团队,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的,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。 双方在两国元首阿甘廷会务达成的重要共识指引下,讨论了贸易平衡,技术转让,知识。 近半年来,中国一直在抛售美债。 1月31日晚,美国财政部公布了2018年11月,国际资本流动报告,11月中国持美债规模连续6月。 递减,已达18个月来最低水平。 10月时,中国所持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减少125亿美元,降至1.1389万亿美元。 中国持美债规模,6月来持续下缓。 目前,中国大陆目前仍是美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,2018年11月总持有规模为1.1214万亿美元, 环比减持175亿美元,减持规模创2018年记录。 2017年11月,至2018年11月,主要国家地区,每月持有美债规模抛美债吻汇率。 对于全球性的美债抛售,原因众说纷纭。 回顾之前背景,新兴市场在经历了8月的反弹后,10月情况再度转叉, 股债汇三杀的局面再度上演,抛短期美债,以换取美元流动性,是一种可能。 性,也有可能通过用换来的美元,塞在外汇市场抛出,以此支持本币。 上述美债交易员,对第一财经表示,回顾人民币此前走势, 10月人民币曾面临一定贬值压力,但至11月, 中国外储环比增加86亿美元,终结了连向势头。 50年来罕见,全球央行疯狂买黄金此外,昨夜金晨一组数据,也引起金融圈广泛关注。 世界黄金协会,公布了2018年全年趋势报告,数据显示,全年黄金需求。 同比增展次,其中各国央行的买入量,大增74。 具体来看,但黄金需求继续走高。 2018年全球黄金需求,总计4,345.1吨,同比2017年的4,159.9吨,上涨了4。 其中,各国央行的买盘明显增加,总计增持了651.5吨黄金, 创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最高的年度净增持量。 原因方面,除了地缘政治风险,本币贬值,以及全球经济增速不确定性使得央行将目光。 速回落推动黄金,收付1320美元关口,叠加美国失业金申领人数增加, 现货黄金于昨日美式盘中创出9个月的高点,至1326.33美元,此后回落。 周五2月1日亚盘时短,现货黄金围绕1320美元窄幅震荡, 随后出现一波下跌,市场分析主要原因是, 中美贸易谈判有效进展,积极信号缓解了市场避险买盘。 黄金短期趋势还能走多高,市场将密切关注美国当地时间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。 一旦数据向好,或将打压金架上行趋势。